51岁的胡宗男娶了戴笠,漂亮的女秘书,剩下三娃,如今个个都是人才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。 愿订阅王叔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落,喜欢的请给王叔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王叔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胡宗男,国民党历史上的名将,英勇无畏,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。 然而,人们很少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秘密,他曾在众人面前郑重发誓,不念日寇就绝不取妻,这个誓言甚至震惊了所有人。 年少轻狂的他,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理想,把一切都抛出脑后,但当他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沉浮后,他开始寻找真正的幸福。 他遇到了戴笠身边最漂亮的女秘书,他们相爱了十年,在51岁的时候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女人,并在婚后生下了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。 胡宗男早年间经历了一段无幸的婚姻。 这段婚姻是家人牵线搭桥的结果,缺乏真正的感情基础。 不久后,由于各种原因,他们两人最终分开了,没有留下任何孩子。 这段婚姻只能算是名存失望,此时的胡宗男对婚姻充满期待,渴望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真正的另一半。 然而,孔令伟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胡宗男的憧憬。 孔令伟是一个典型的豪门千金,出身富裕,家族背景强大,而且他还有与宋美玲干妈的关系。 这似乎为他的未来铺平的道路让他充满光明的前景,然而他从小就被宠爱惯了。 性格变得古怪,身边的侍从甚至都害怕他。 孔令伟和宋美玲的关系非常亲密, 宋美玲腾赖孔令伟就像腾赖自己的女儿一样。 有一天,他带着孔令伟去参加一个应酬活动,他们的仆从们找来几辆车,宋美玲选择了一辆车,孔令伟则选择了另一辆车。 孔令伟想让宋美玲陪他坐自己选择的那辆车,宋美玲很快同意了,毕竟他想保护孔令伟。 他们上车后,孔令伟开心地和宋美玲聊天,然而,突然间, 一声巨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,爆炸声震耳欲聋,整个街区都被震得摇晃起来。 孔令伟吓得惊叫起来,宋美玲也感到很害怕,但他还是稳住了自己的情绪,试图保护孔令伟。 当他们下车时,惊恐的人们在四处奔跑,尖叫声此起彼伏,宋美玲眼前的场景让他想起了那辆他本来选择的车, 那辆车现在已经化为一堆燃烧的金属废墟。 宋美玲深深地明白,这场灾难中的幸存,他们只是因为孔令伟的任性,他感慨完签, 同时也更加珍视他和孔令伟之间的感情,这一晚,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, 这个经历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一段永恒回忆。 这次意外事故让宋美玲惊出一身冷汗,也让他更加重视孔令伟, 他认为孔令伟是个带来好运的孩子,因为在那场车祸中,孔令伟所坐的车, 竟然是唯一幸存的车辆,宋美玲对孔令伟宠爱有加, 也成为了他在政治圈上的坚实后盾。 孔令伟在外界的名声越来越糟糕,举止越发放肆, 还有开车撞人这种不可饶恕的行为,让他的家族声誉遭到了重创。 为了改善这种局面,孔家开始寻找适合孔令伟的婚姻对象。 这个时候,有人向胡宗南介绍孔令伟,并牵线搭桥促成了他们的见面, 但是,胡宗南并没有被孔令伟的豪门身份所吸引, 也对他的不良行为有所耳闻,对他并不怎么感冒。 在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中,孔令伟尽且嚣张态度, 胡宗南对此也是不以为意,对他的印象很不好。 在那次约会结束后,孔令伟不甘示弱地对外放出了狠话, 说即使胡宗南成为皇帝,他也不会嫁给他。 这句话犹如一颗炸弹,震动了整个江湖, 引起了各方议论和关注, 胡宗南也因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, 不再与孔令伟发展下去。 这次相亲,只能算是一场毫无结果的泡影。 叶霞迪从小就是家中的宝贝, 得到了充足的关爱和培养, 他聪明伶俐,才华横溢,一直受到亲朋好友的赞誉。 然而,他却不满足于家庭生活的平淡无奇, 一心想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 就在这个时候,他遇到了戴利, 一位拥有强大权力的特工组织领袖。 戴利对叶霞迪一见钟情, 立刻展开猛烈攻势, 试图将他变成自己的女人。 他对她进行了疯狂追求, 呼吸,花费巨资, 送他名车,明了,珠宝等豪华礼物。 叶霞迪被戴利的追求和礼物所打动。 但是他内心却始终有些犹豫, 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戴利掌控的下, 成为了他的地下情人。 然而,这段关系让他备受困扰, 内心十分矛盾, 直到戴利决定利用他推动进城, 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自拔。 而就在这时, 叶霞宅遇见了胡宗南, 两人一见如故, 相互倾诉着彼此的心事, 很快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 即使戴利将他送去国外留学七年, 他们的情感也未曾有所减退, 每一封书信中, 他们都流露着对彼此的思念和爱恋。 对于叶霞迪来说, 胡宗南带来的是一丝清新的空气, 让他从束缚中解放出来。 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重重, 但他仍愿意为这份爱情付出一切, 而胡宗南, 也在他的坚定和勇敢中看到了一份真挚和纯粹, 两人共同走过了十年的地下爱情长跑, 经历了风风雨雨, 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他们回归台湾生活, 为了家庭孜孜不倦地工作着, 孩子们也逐渐长大成人, 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, 胡宗南的权力虽然短暂, 但他留给家人的却是深深的爱和教诲, 他们的大儿子胡维真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, 二儿子胡维善则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他们的小女儿胡维每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, 留在美国从事编辑工作。 尽管他们的孩子们各有不同的人生轨迹, 但叶侠笛和胡宗南一直都在支持着他们, 他们的家庭温馨而和谐, 让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爱的力量, 时光荏苒, 岁月如梭, 他们的家族成员也在不断地繁衍, 但那段充满爱的故事, 却永远地鸣刻在他们心中, 也传承给了家族的后代。 叶侠宅的晚年, 孩子们的陪伴让他感到十分幸福, 虽然胡宗南已经离去多年, 但他留给他的回忆却如此深刻。 让他永远难以忘怀, 每当想起他, 他的心中总是泛起一股温暖的感觉。 回首往事, 叶侠宅觉得自己嫁给胡宗南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,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, 他也始终站在他的身边, 支持他, 保护他,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, 他们的爱情犹如一座坚实的灯塔, 指引着彼此前进。 虽然叶侠宅一生未曾回到大陆, 但他仍深深地思念和眷恋着那片土地, 每当回忆起那些年, 他心中流转着温暖的感慨, 那些与胡宗南共度的日子, 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志同道合者, 都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。 如今, 岁月已经渐长, 叶侠宅虽已年过花甲, 但他的精神依然焕发着生命的光彩, 孩子们常常陪伴在他的身旁, 倾听他讲述着那些充满挑战与希望的岁月, 这些故事承载着家族的记忆, 也是他们所不能忘却的宝贵遗产。 他们明白, 他们的母亲嫁给胡宗南, 是他一生中最英明的选择,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胡宗南是一位伟大的将军, 更重要的是那份深爱承载着他们一家人的一切, 胡宗南对叶侠宅的痴情与呵护, 温润了他的心田, 使他在时光的荏苒中保持着乐观和坚定的信念。 他们的父母共同经历了国家兴衰的沧桑岁月, 历经无数艰难险阻, 但他们始终紧紧相依, 彼此支持, 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里, 他们并肩战斗,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,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, 为了自己所心爱的人民与土地, 为了国家的安宁与繁荣, 奋不顾身地奋斗着。 这段感人的岁月成为家族的传说, 也是孩子们心中最崇高的楷模。 时光荏苒, 岁月如梭, 在叶侠迪眷恋的土地上, 正以崭新的面貌, 展现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。 他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, 但他对国家的关心和期望从未停止。 他深信, 中华民族将会因为心情与智慧, 而在世界舞台上一发光。 叶侠宅的回忆是, 家族的财富, 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道闪亮的风景线, 他教导孩子们要珍惜今天, 铭记过去, 展望未来。 他希望他们能够传承父辈们的奋斗精神, 以爱国为己任, 奉献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。 叶侠宅是一位普通的女性, 但她在胸怀中孕育着伟大的爱和坚定的信念, 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伟大与荣耀。 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家国情怀的华章, 她是那代人的缩影, 也是后代子孙的骄傲。 在这个浩瀚的时空长河中, 叶侠宅的名字会被永远铭刻在家族的史册中, 她的故事将被传颂千古, 激励着无数的后代子孙去拼搏奋斗。 因为她, 他们将会明白, 只要心怀梦想就能创造奇迹, 只要坚持信念, 就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请大家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